大家好 今天是4月2日星期二 每個星期二都有一個嚴正聲明 最主要說說再一次提醒 因為那些騙子是繼續有活動的 有時來不來又會出些事情 又說我做什麼做什麼 最主要騙人而已 最近又再找一些舊東西出來 所以第一件事我一定聲明 我並沒有什麼Telegram WhatsApp或者Facebook那些專業 如果你看到有這些 又不是我朋友 我都沒有這些 沒有Facebook沒有Telegram 你就會知道這個是騙人的 請你打一百二二 好了 看看 大家看看 今天 大市升了很多 挑戰17000左右 所以有一半 多一點的板塊是做好的 做好的板塊都是有幾個東西 黃金 黃金一直都做好的 因為金價是上升 另外一般金屬和礦石又是上升的 一般都有的 保險最近都做得好 因為股市 匯市和債券市場 有些不升不下 有些壓力減除了 所以保險方面做得好些 銀行金是做得好 因為很多內銀股都是做得好 我們再看一看 黃金方面 雜海資源 9毫升了2毫升 保齡黃金也升了這麼多 山東 焦金等等 都有升到 這個比較好的 我個人一直都喜歡 這個山東黃金 保險方面 中國泰保 這些全部都是很硬的 他們升是因為 他們的投資 是開始有了 股市方面做好 所以他們就開始做好些 再跟著就是 綜合企業 綜合企業很多 就是細矮 這些當然 這些當然 這些綜合企業 這些是大的 這些是細矮的 都變成了 即是說 整體來講 是升了一點點 是好的 一般金屬和抗 蜘蛛肠最近 都是得而且確的 就是這些很多 資源股是上升 因為經濟活躍了 銀行股今天升了 最主要就是 有中銀 這些都升了 但是新金融就升了 其他銀行股 就有了這樣上升 中銀香港 因為升得比較多 因為它的盈利的表現比較好 然後再跟著 我們看看 還沒得住 我們看看 這個是 其他個別的板塊裡面 小米 因為開車的問題 開車 所以升了12% 看看收市的時鐘 會升多少才好 其他的 騰訊 阿里巴巴 美團 都有上升的趨勢 好 我們跟著看看 就是這個 其子 其子 我去做這個 寫的時鐘 它還是17043的 其子 始終還有一件事 因為 大約是一兩星期之前 都看了 其次是有望到 6月底之前 有機會看到這個水平 現在 在162 這裏 就是這個位 即使大致上是 在保利加通 到 底 這個位 應該就是一個 比較 強大支持 這裏 應該不會再跌下去 即是說 其子 應該在這個水平 是建了底 至於建底的時候 會不會說 又好像做了雙底 我估計 就不會了 不會做雙底 最主要 就是在這裏 你看看 它已經在這個 是上升軌 那裏 由跌穿 到南班上去 接著 之後 就一定要 是要上波 這個 阻力位 這個阻力位 大概是172 上波172 才有機會 看 這個是183 這個位置 好了 接下來 我們看看 今天可以有什麼 推介 大家挑選 還是TCL 點擊